耶! Kondo-san 从前从前 有一天小羊们开心地放学回到家里 羊妈妈拿了一盘食物迎接他们回来 孩子们你们回来了 我准备了综合坚果跟果汁给你们当点心哦 耶!耶! 妈!野狼也来了 他说有些数学问题不太懂 想要我教他 可以也帮他准备点心吗 我的数学真的很差 三乘以二的答案是七吗 不是 答案是六 太糟了 妈 这是什么 它看起来像是花生 但是吃起来又不是 这不是花生 它是妖果 是一种很有营养的坚果 这个世界上生产最多妖果的地方是越南 我妈妈以前带我去越南玩过 那里真的很漂亮 真希望我可以再去一次 那么我们以后一起去吧 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你去过的地方 你觉得怎么样 好啊 好啊 我们一起去吧 野狼 你要去哪儿 你不是要问我数学吗 对 我都忘记了 孩子们 大家快上车吧 我们这次旅行 主要是搭火车移动 第一站就是越南的首都 河内 耶 我们到了 我要带你们去参观一个地方 跟我走吧 这是河内文庙 也叫做文庙国子间 这里是越南第一座孔庙和大学 孩子们 参观的时候要保持安静哦 哦 这是什么 我靠近一点看 对不起 我不知道敲下去声音会这么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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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铜锣锤还你 杨妈妈带着他们回到火车站 准备搭车前往下一站 县港 孩子们 注意听我说 我们等一下要在县港参观五行山 还有龙桥哦 龙桥 好漂亮 野狼 头不可以伸出窗外 这里的车道很窄 你有可能会撞到的 不用担心了 没关系的 野狼话还没有说完 大家就听到一阵超大的声响 他们转向野狼一看 发现他不但受伤了 头上还顶着一篮水果 我的天啊 野狼 我就跟你说吧 不过往好处想 我们得到了一阵来水果 看来我们到站了 大家快点 准备下车吧 野狼 你怎么没有坐在门边 这样你才能把头伸出去啊 你怎么这样嘲笑我呢 我这次要坐在中间 借我过 野狼 快醒醒 龙来了 野狼来了 野狼一张开眼睛 就看到好大一只龙 立刻放声大叫 妈妈 救命啊 天呐 真是只傻野狼 接着他们来到五行山参观洞穴 在洞穴里面点蜡烛真的是太危险了 我来把它吹袭吧 野狼 快住手 你在做什么 蜡烛要亮着才能看到路啊 糟糕了 里面变得好黑啊 你在哪里 天才小羊 拜托你牵着我 你怎么这么调皮 每次你在就一定会遇到麻烦 孩子们 你们大家都累了吧 我看我们快点回去休息吧 孩子们 早安 每个人都戴上斗笠 我们要准备去参观 湄公和三角洲咯 这些船好小啊 突然觉得我不应该来的 好了 孩子们 我们两个两个搭一艘 野狼 你跟天才小羊一艘船 好吧 大家划着船 在红树林之间漫游 你听见那个声音了吗 希望不是熊发出来的 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不要紧张 好好欣赏景色吧 景色看来看去都一样啊 河里是不是有什么 不要紧张 可能只是鱼而已 可能是住在河里 专吃野狼的怪物 专吃野狼 别傻了才没有这种动物 救命啊 糟了 野狼昏倒了 野狼 野狼 快醒来啊 那只是鱼而已 为什么我到哪里运气都这么差 他们来到三角洲之旅的最后一站 揪之地道 我们接下来要到地底下去吧 没错 孩子们 很久以前 越南人为了保护自己 所以躲在这个地道里 这里面有好几个隐藏的出口 等一下你们可以试试看 能不能找到 羊妈妈跟小羊们 都成功找到出口 离开地道 你们大家有没有看到野狼 他还没有出现啊 天才小羊 音乐家小羊 时髦小羊 你们在哪里 我是不是 是不是迷路了 但是 但是还好我的鼻子非常厉害 我很快就可以离开这个地道了 就是这里 我找到了 可以出去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眼狼 眼狼就是这么聪明 我们是森林里最聪明 最强壮 而且长得最帅的动物 嘿嘿嘿嘿嘿 孩子们 我们等够久了 我猜野狼应该是迷路了 妈 它是一只狼 它本来就住在森林里 它一定回得来的啦 你说得对 那我们回去饭店等它吧 这里 这里到底是哪里 怎么 怎么已经这么暗了呢 救命啊 救命救救我 救命 来人啊 这个 Lobster 行来 来了 这 收费